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成为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的是高雄连池潭 传出溺水意外 下午两点多 一名九岁男童在连池潭上 风帆船教练课 由教练带着他 没想到帆船突然失去平衡反复 两人双双掉落潭中 民众发现男童载夫展成 紧急报案 妈妈则是到现场要接孩子回家 才发现孩子溺水 但是男童就起时 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男童溺水抢救不治 爸爸一脸哀伤 低头摇手 不愿多说任何一句话 救生艇在连池潭上来回搜寻 要寻找61岁的时钟教练 水面上可以看到风帆整个翻覆 意外是发生在下午2点45分 年仅9岁的男童 到连池潭跟教练学习风帆课程 翻船突然失去平衡翻覆 教练与男童双双落水 民众发现男童在水面上载夫载撑 才紧急报案 现场为游客上风帆船教练课 以教练蔡南带一王姓学童上课 报案民众发现学童在鸭子船马桶出境 水面浮沉赶紧报案 原来男童是一点到连池潭来上课的 课程两个小时 妈妈到了下午2点45分来接人 见到一堆警校才知道孩子落水了 消防局出动12车33人及3艘快艇前往抢救 男童被拉上岸时没传救生衣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被送往海总医院急救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抢救 到了下午4点多宣告不至 而61岁的蔡信教练 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救难人员持续搜索中 QVBS新闻宋家军李战胜林一邦高雄报道 拥有风帆资历长达39年的61岁蔡信教练 还是高雄市帆船委员会竞赛组的组长 而现在搜救人员持续的在连池潭搜救 不过依旧没有他的踪连 这是下午1点多 教练跟学员上课的画面 当时可清楚看见 整个连池潭上就只有这一艘风帆 结果一个小时后船翻了 搜救三个多小时 还是没有教练的踪影 市府特地请来中山大学百工系支援 出动水底声纳探测仪 从下午2点多 一直到傍晚5点多 蔡信教练还是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因为今天风很大 今天确实风很大 那是不是因为他中间还是有 我才去买有一个三公尺到五公尺的一个深度 20号下午蔡信教练带着9岁的王姓南童 进行风帆船一对一的私人课程 一次是风市墙达到六级风 帆船翻覆 失踪的蔡信教练是帆船协会A级裁判 也是国家级的教练 在体育会帆船委员会担任竞赛组长 也是多所学校的帆船指导教练 资历经验丰富也应该熟悉水域让人匪夷所思 帆船翻覆之后教练不见人影 所以船那时候发现是已经在原地庙 小南海却是在孔庙边 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它的小帆船在原地庙 佛像的北边的附近 位于高雄左营区连池谈判的连坛艇库 经过诊舰之后成为高雄首座水域运动中心 5月21日正式启用 另外一侧则是有国际级的缆神滑水主题乐园 暑假几乎党党爆满 但是这次出意外 疑似教练的私人课程一对一 当时也只有两个人下水 为何难逃没有穿救生衣就出发 教练又是国家级的 为何帆船翻了教练无力救人 都有待厘清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再来看2022年底的大选 民进党公布主视觉 还有县市长参选人们的Q版图像 要主攻年轻族群打空战 首都到北市议会 陈时中拜码头拜会民进党团 市长的候选人有充分的一个准备 就要跟大家来沟通 我们不是说只有一面的 就要自己以为自己会做事情 就不需要沟通 政委选举菜鸟首都选举就进攻首都之战 陈时中倒是很有自信 非常有信心 如果连自己都没有信心 又怎么样能够带来信心 我们是一个箭头 打铁趁热 民进党也公布最新2022选战主视觉 除了融入顾家乡听未来口号 搭配logo 还有各县市候选人的Q版图像 我们是仿这个IG的限动的设计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用IG的限动 让大家可以你看到的目录都一目了然 锁定年轻族群打擅长的空战 绿营整军备战 要证明提名走 不如提名时间好 另外陈时中今天造访万华 在为去年的万华破口说道歉 不过蓝白都不领情 冲到前排激动质问 抗议民众立刻被两位远警驾走 原来这位是2018年0206 期货选择权事件的受害者 早上要选台北市长的民进党参选人 陈时中陈情 盼他捍卫市民权益 这可让陈时中松口气 幸好不是不满去年万华疫情的争议 左访地方第一站就到万华 陈时中开口再致歉 就算万华是绿营票仓 也得努力博取认同 因为 去年为福部次长的破口说 引爆万华人的怒火 陈时中当时已经道歉过 如今要选在龙山寺神明面前再做一次 因为光是这一点就能被对手 装指某K 万华人做得特别好 因为我每天都去万华 那时候指挥中心其实并没有帮我们 说明整件事情 那破口到底是在诺富特还是在万华 这件事情我觉得部长可能还是有必要跟万华人做个交代 讲完安B会议记录 黄珊珊要追溯病毒打哪来 更强调跟万华感情深 蓝白警咬也难怪陈时中道歉再道歉 避免万华成为自己选战中的大破口 TVBS新闻洪富华 李平台北报道 对比陈时中代表国民党出战的蒋万安 常常被说打选战很佛系 甚至被说当躺平族 还传出团队有人因此求去 蒋万安带着自家议员参选人反驳这样的消息 蒋万安 报算 跟每一只小鸡握手 宣誓站队成行 身为国民党台北市母鸡的蒋万安 带着自家议员参选人申告台北队来了 当外界想要试图见缝插针 刻意分化动摇支持的信心 就是我们更加团结的时候 对不对 对 见缝插针说的难道是对手陈时中 站队起跑大阵仗母鸡带小鸡 让蓝营基层出现这样的声音 蒋万安搞什么呢 你们团队在哪里 我们就是讲坏团队对不对 现在这里每一个都讲坏团队 跟各位报告 外安的团队不断在扩充当中 强调自己的团队规模越来越大 似乎是想回击 传闻团队有不少人看不下去 佛系选举选择离去 还想洗刷他选举躺平族的封号 没有任何什么躺平 而是奋战拼搏到最后一刻的战事 这些超跑一组 实在是被无所不用其极 为什么讲超跑一组 又超又跑 那请问蒋万安有躺平吗 党主席撑腰反攻林志坚超跑 蒋万安站队也捡起枪 炮口对准陈时中 陈时中陈时中从来都不诚实 可是他有一句话讲对了 就是台北市真空转了八年 政府用强力的碾压之下 整个资源被剥夺 造成了儿童跟老人 都产生了很高的所虑 接班攻击前十种讲完 战队要打破佛系硬上就战斗位置 抢攻倒数130天 TVB的新闻 李国正维家琪台北西方报道 国民党年底九合一 县市长大致抵定 蓝营的选战目标 朱立伦曾喊出 赢得十六县市长六都过半 有没有可能 想先用照理记者维家琪 九合一选举已经起跑了 那么国民党喊出 要拿下十四加二 这也成为主席朱立伦的防线 不过国民党到底 拿得下十六县市的几率 有多高呢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 其实拿下十六县市的承诺 是在去年八月 国民党选党主席的时候 朱立伦开出的竞选支票 他说要赢得十六席的 县市长六都也要过半 那么六都过半 换句话说 就是要拿下三都咯 而且他会是年底选战 他努力要兑现的目标 那么他选后 能不能坐稳主席大卫 就看这个防线 有没有被突破了 但是资深的党务人士就说了 顾首现在的执政县市 包含在修复过去 是蓝营的县市 像是台北市 桃园 新竹市 跟基隆的话 还有一些北台湾的 蓝营传统的优势区 其实很出十四加二的 选战目标 并不是很离谱 并不如外界想象的 好像是喊得正天响 的确是有他想过的 但是呢 之前金民党的文宣部副主任 他就分析了 吴慧运说呢 台北市长的最新民调 你不要以为台北市 是真的很稳 他认为很有可能是 陈时中反超蒋万安的状况 会出现 蒋万安的基本盘警报 他说现在呢 已经有一个最坏的情况了 如果黄珊珊 能拿到蒋万安一半的选票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当选 那蒋万安的继续 这样的战略呢 是比较佛系下去的话 蓝军换人之时 也不是不可能 也就是说有可能 自己就成了气宝的对象 他有呼吁这个 蒋万安的选战策略 应该有所改变 才能够呢 扭转 这样的可能发生 台湾民意接近会 公布最新民调 总统蔡英文 始终维持五成的支持度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就分析其中原因 再交给佳琪 总统蔡英文已经进入了 第二任期 不过他的支持度并没有掉下来 反而是能维持在 五成以上的基本盘 根据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的民调显示 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呢 有53%的民众是赞同 但是同时也有 35.1%的民众是不认同的 但是呢 领导国家的方式 重新获得明显过半数 国人的认同 那么蔡英文的民调呢 为什么可以保持在五成以上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就分析了 他说是因为 他已经掌握了一个诀窍 是之前的前总统 马英九所不知道的 那就是死忠的最大 也就是你一定要顾好 当时支持你的这一群人 你看过去呢 就国民党一直在拉拢中间选民 反而吃力不讨好 让深蓝的选票 甚至是支持度来流失 他说你看台南高雄 屏東这些绿营大票数的县市 对于民进党的好感度 都有七八成 那么就算你这些北部的城市 对于民进党的好感度 没有这么高 但是平均下来 整个平均值就能拉高 也因此他才会说 这个死忠的最大 是蔡英文所掌握到的解窍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参选新竹市长 现在被多位媒体人认为胜算很高 还对赌 如果高宏安当选就发鸡牌 再交给佳琴 在九合一选战当中 那么新竹的选情也备受关注 尤其是现在新竹 也成为了撒卡多的局面 国民党派出的是零跟人出战 而民进党则是沈慧弘 民众党派出的则是立委高宏安 但是资深媒体人黄文还认为 这一局高宏安胜率的几率 其实是相当的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他说他有五大优势 第一个就是他在新竹市的好感度 是第一名 再来新竹市 科技重镇 那么高宏安又是理工人 理所当然可以跟进一些 理工的人可以多一点共通点 那么新竹又是柯文哲的本命区 柯文哲的家乡在那里 那么他的妈妈现在也住在新竹 会不会成为他非常锁定 重要的选区 这也是其中之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的助力 大家都知道呢 这高宏安是郭家军嘛 那么接下来就是网路操作 也比较成功就五个优势 他认为高宏安当选的几率 也会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 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深媒体人 陈辉文就认为了 如果高宏安当选 他就要来发鸡排 只要民众党任何一个县市长当选 他也会来发鸡排 看起来他是觉得呢 这个高宏安要拿下的几率不大 因为民众党毕竟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新的政党 能不能在2022拿下县市长的席次 那么他说他拭目以待 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建议 台湾应该不分男女全民皆兵 而其实早在年初 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连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就抛出过这个想法 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建议 台湾男女生都要当兵 其实这想法连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早在年初就提过 应当的应该学以色列嘛 应当的 只不过曹新成已是新加坡级 也曾被国民党立尾酸 保台只用嘴 但他两个儿子都是中华民国级 一个服完兵役 另一个今年毕业会回来当兵 台湾若有事 会要他们回来搅供 而好一阵子没公开露面的他 其实是为了立体他 抱歉一下 非常拥挤 那这拥挤的环境 是我们做IC的很习惯的 很密的地方摆很多东西 连电荣誉副董作 宣明志新书发表会 来了超多大咖 台湾市长郑文灿 和新竹县长杨文科都到了 而先前就传闻 柯文哲拜托宣明志 助攻自家新竹候选人高宏安 这场合被解读是要抢科技票 但只可惜高宏安因为中暑 临时缺席 这次高宏安委员 他是特别听郭董的吩咐 因为郭董帮我写序 大家看到 希望前来跟大家见面祝贺 那今天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美中不足 宣董这说法 难道是要公开表态挺高宏安了吗 宣董有私下鼓励过高宏安参选吗 我每个候选人我都认识 我都鼓励他 薛明志发挥商人本色 以和为贵 公开场合哪边都不得罪 想挺谁不用嘴巴说 TVS新闻零龙是黄俊伟 专考于SNG小组台北上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